下一套,下一套是泰國立自傳,不是,是會到戰國,會到三國,是嗎? 死婆婆三國,這是戰國來的,大哥 戰國不是叫死婆婆,那叫什麼? 戰國,這套,積田信脈積野魔 那這套,其實我覺得蠻好看的 OK的,OK的 應該這樣說,原作作跡,也蠻熟悉歷史的,很多歷史用下去 其實很難關屬歷史的,太出名了 你選擇日本人,不會叫做日本史 就等於你說香港人應該大部分都知道什麼叫三國演義 你沒有看過三國志的原作,你起碼也要看三國演義的那些道綻的東西 不是,明明,三國,他們道綻出來可能跟同歷史 不是,這樣說 不是,我正確的說法,無限講的,不應該用道綻 應該說,民間傳說,小時候聽故事 其實都不是的,三國演義都是假的 很多都是假的,一講明給你聽是假的 剛才這樣說,我重點不是在意他家是不是假的 重點是在意,因為你是那個家人,所以你一定會聽過 我的意思就是說,作者他一方面把原本歷史用下去 把他對於歷史的一些觀感,歷史觀放進去 有些什麼歷史觀放進去,我不說 我不說 歷史觀? 到現在都沒有 沒關係,因為日本人最令人深刻的,差不多是日本戰國 當然,幕末都可以說,但幕末其實已經幾一面倒 如果你說最傳奇性都是日本戰國 因為傳奇人物真的很多,當中有以積田信長是最傳奇的 立即稱為大魔王的人物 因為本身他人的傳奇,他的經歷也有傳奇 所以用它來做素材都很正常 其實你說,在之前你都會見到 無數的作品 積田信內的野望很明顯都是取自積田信長之野望 但他就改了一字,以積田信內 其實應該不是羅班文琴的問題 但純粹是說 因為我會覺得 除了這套動畫,他將角色女體化之外 其實積田信長這件事也是有一個改變的 除了他的性格之外,還有一件事 他很明顯是想扭轉了 我們可以再說 他一開始的開展,很正常 那些回到什麼的 男主角由現代去古時 不知為何 面前有個大叔死了 大叔是誰呢? 大叔是墓下騰吉郎 墓下騰吉郎 即是 即是雨柴守吉,封石守吉 即是關伯,敗事 這樣很糟糕 這個歷史組重要的人物不見了 即是死了,怎麼辦呢? 某程度上取代了他 很正常的開展,類似故事 其實都不正常 只是說,我代了一個人物 這樣就可以很明正言順地 等待交換,因為他進去 要兇回去,就死了 即是他很明正言順地 拿著現代人的記憶去做這個封城守吉 接著的開展,其實和大家玩遊戲 或者很正常的,順著發跡史開始做的事 譬如說 不算他那些尋賣的部分 即是他弟弟,即是適填信 謀反 然後東海道的金村議員那邊 可能會打過來 然後上面 尾龍事件 尾龍那邊 尾龍那邊 即是複蛇、複蛇、複蛇那邊 那些東西 都是說回統合家 或是法跡之前的故事 現在頭條集 因為那段時間是15、16年大約那個年代 即是那段時間 其實可以再趕前一點 但那裡就沒有什麼 因為那時候就未當家 那時候出錢信秀也未死 即是適填信長的爸爸也未死 所以就不會說太多人 不是 即是送了《伊野望遠的歷史史記》 被你選擇這個字 不可以把他選擇多幾年 都不是的,可以再趕前幾年 即是全面都有些東西說 少一些 但他現在正在說這件事 其實都算是多一點 一出錢信聖又會出來 有很多人都完全不理他錢信聖 因為會覺得錢信聖都是家督 即是他們欠家督之位的時候 那些犧牲品 所以就不理 但看來我現在就這樣 我沒有看完就不知道 看來錢信聖是有些作用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現在還未死 不會死 即是擺盤 這個時勢是否改變了 慢慢改變 一月一晚改變了歷史事件 當然你可以甚至這麼說 錢信聖也是難 其實有些事情很奇怪 錢信聖真的是女 你知道他覺得很奇怪 但不要緊 我覺得好東西 他適當去改一些東西 其實都不適當的 但不要緊 因為是娛樂性的 即是他不會全部是女體化 即是他是娛樂性的 他覺得自己覺得適合 當然他也可以這樣說 我會覺得你看到的東西 你千萬不要過入了 歷史不是這麼說 你錯 即是不要明真 大家要明白 這個可能是平衡世界 不一定是原本的歷史 其實也是 不是都不要理他 不要理 你只可以說 他是通過了很多戰國的東西 但有很多東西 跟歷史是不適合的 即是你說 精神有多少 即有很多就相似 你用你現有對於戰國史的了解 然後去看他怎樣去用他的角度 去改變歷史之後的演繹 其實就算你說 你說剛才的歷史 即是你說 和金村家 爭人家 對敵 和聖遙勝的事 其實都不 連份的聖嘴都不適合 聖遙勝的事 是很早的 很早就完早 主角解決了 所以 等波都等到 主角來到才能解決 所以 沒辦法 這些沒問題的 其實就當平衡世界 我都說平衡世界看的 沒有問題的 他有點像我們 算了 不要說這個時間掌問題了 那 他 另外一件是欣賞他的 他很爽快 我覺得他算 算爽快 即是 你一集一個歷史事演 或者是Event 他所謂的 我不知道覺得算不算發達 但是 他的時間控制我覺得蠻好的 應該說他比較緊密 是的 他本身的事件和事件 就不會有空閒時間 在那裏釣魚 所以 為什麽不在那裏 做事件很空閒 知道嗎 要回這個時間才有些事做 他又不是跟事做 不會的 他之前算了很忙的 不是 怎麽可以 二三十年 我明白 但問題是 不會看他做內政的事 看他打仗 打天下 因為他本身的事序就是錯 其實 如果你說 即使他的事序是對的 你可以把整件事辨認 但沒有問題 即是你看到這個 獨眼龍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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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說 你出生的 那不會 應該 但是 他的事序是錯的 即是 他的事序是錯的 那既然這樣 其實你和蘇聯份 就沒有問題 即是不會有悶這個情況 如果你說你想試得對 你和蘇聯份 就OK 那算了 不過這件事 這個不要再說 因為他不是NHK的 那些教導話 你不可以這樣想 對 年文一點算了 繼續說 人物多來 人物 他 他怎麽說 他混了一些文屬性進去 即是 有一定有 如果你是角色設定 其實他都不算 因為他還有 這套又很明顯 又有蘇聯回來 我想說 蘇聯系 蘇聯系 特別多 你可以這樣說 他這套動畫 即這套作品 那些角色的設定 真的不錯 即使你蘇聯不蘇聯 都會覺得OK 會有多聞 大家要明白 二戰之前 日本人 是平均亞洲 特別矮的 也不是蘇聯啊 大哥 那你又說 你是風水學 蘇聯 其他我看法 沒有東西 空水學蘇聯 零零成是幼女 好嗎 當然 足蹤又是蘇聯 對 一套一套是蘇聯 全部幼女 又是蘇聯 只有柴田 和丹羽不是 但這些是大姐姐角色 一兩個 我覺得出場的設數 不是很多 漸田又是蘇聯 這套作品 真的是一半都是蘇聯 但你可以這樣說 角色設定都OK 你會覺得 北川教都是蘇聯 阿頸 都不算很蘇 蘇聯 不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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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th you 你會說的 法式設定是OK的 本身的性格方面 我不講之前 fix it 其他那些其實都比較準確一點 單與長壽的定位 因為單與長壽在五大陸裡面 其實比較主政內政多些 當然他都會有大兵打仗 但其實你說一講到大兵 大家立刻會想到他殘年聖家 肯定是這個線 吉明治安壽都會有 單與長壽會是 你會覺得好東西少些 因為他真的主責內政會比較多些 當然也不是完全的 這個只是比例上的問題 所以你會見到他的感覺是比較文人 好像比較冷靜一點 50分 又對一些東西會評價 作為一個觀察者 去對一件事作評價 最後去修正 他的角色是定位得很好的 殘年聖家又有點像衝動 其實他原作裡面 政治裡面就不是說那麼衝動 但也算是一個武將 通常衝動的人都好像是武將 即是操性子 角色的突化 即是有一點突典出來 那你沒理由看他兩個人賣盲 你永遠有穿規格 你會覺得 嘩 差一條電話 有超帥氣 當然這個 嘩嘩 很大 冰牙龍莊 這個就不太重要 要冰牙龍莊 奇怪了 第十二本 就是那個定位都比較相似 前田和《月茶秀吉》 是比較親近的 變成近衛 可以理解 風水河 又《月茶秀吉》 即是說 的家臣 是的 他的定位為忍者 其實就叫什麼 我覺得 不可以說是錯的 沒有說是錯不錯的 因為他的故事來說 是暫時需要一個忍者 對 即是因為《月茶秀吉》 你拿筋衝 你哪有能夠讀到那麼多兵力 你唯有就是說 可以找到一個家臣 他本身是很有能力的 那誰能做到呢 那就風水河 我扔你去做忍者 你忍者你超強 那你就完成了很多東西了 很多東西都不用交代 我忍者做完了 中間你又不會說 忍者本身是一個很神秘的職業 你說如果沒有事就很神聖 那些人很帥 騎士很神聖 沒有事很厲害 忍者是一個很神秘 他什麼都做得到 所以第二集賣米 怎樣運轉一些商品 走進去呢 忍者做完了 可以的 所以 我覺得他本身這個設定 是比較像為劇情推進 方便而設的 我也覺得OK 也不是太有問題 積田家都欠缺出名的忍者 其實沒有什麼 忍者很少會留名 不是有的 當然你說 就算日本人最多是 半狀 風魔 八地三大夫 那些 但是你講積田的 其實真的好像沒什麼 水君 我反而有聽過 九鬼家龍 那些 反而有聽過 忍者真的比較少 實際上這個 積田用 不得算 這個很複雜 至於你說其他角色還有誰 明智光手 不是見太多 明智光手 明智光手 其實我都不太像 那沒有 應該是大叔 你很難多次不知道 他是江頭 對 你這樣說 我覺得他出場太少 他的形象 之後會出場 他太平凡了 你明白嗎 他就覺得 是誰 我第一眼就覺得 是誰 我看到他寫的時候 我就跟人說 這個是誰 明智光手 明智光手 這個是不是 雜魚 他真的像雜魚 那種 像是跟班士律 那種感覺 是故障的 可能都是反應的 就是 不是 明智光手 明智光手 很重要 很厲害 這個重要角色 有些未出場 人不足中母英偉 都未出場 人有女 還有小倉為配 那些人暈死 小倉為我 我不知道 總之我現在 暫時看到的 這幾個 其實都很符合 他本身的形象 除非而言之 安秀部不太像之外 反而你說最重要 《職員性內》 我覺得 我知道 他動畫想做的事情 即他這套作品想做的事情 就是扭轉完 《職員性長》 他本身是老高性化 即當年 他其實很想描述 但當年 《職員性長》之所以扭曲 之所以可以 無法無天的性格 全因是因為 他由一開始 《職員性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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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 他覺得有必要職 他就不會理會 任何身情有職 只要職 《職員性長》 令他麻木了 令他變成魔王 現在 《職員》 《職員性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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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件事沒有問題 你不變魔王 但也不要變成一個 豆腐人 我真的 很頂不認 我真的 很頂不認 他三句話 兩句話 作為一個家主 是沒有這個氣牌 好老實說 我不要說任何人 柴田 丹羽 各個人 差不多每個人 都肯定堅強性 這個我會覺得 我沒有說 需要你去到魔王 但至少不要 兩三句話 有辦法決斷 對啦 你要做家主 你就一定要有這個決斷能力 起碼有些事你要堅定 還有有些事 即是 他都不太會敗敗的 他表現出來就是什麼呢 你跟他說話 然後他 很硬的 然後 一句 哭 就是這樣 硬一秒 哭 甚至這樣說 你在開會的時候 你要堅強些 之後什麼都要說 你頂住 到說 你私底下 跟男主角在一起 你哭我覺得沒問題 那你貼汗也有情 何況你一屆流 你流淚各樣的傷心 是很正常的事 但你不要在那些 愛人面前 愛人面前 在那裡打情罵 在家臣面前 哭哭哭 那你想怎樣 即是你怎樣給我一個威勢 你除了騎一個馬 戴個斗鋒之外 其實我是覺得你其他時間 即是一個簡直 即是一件豆腐養的女角 女娃娃 隨便一個女角都被你堅強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真的沒有那個氣派 即是我覺得這個是做得過了六 不應該去到說 我不變魔王 我就要變成這麼欲弱的一個 他都沒有魔王屬性 你點了幾個屬性就行了 即是不會差那麼遠 你起碼給我一些見決 你說當年正如性長 有很多事情 其實他都是他自己的決定 即是你以為統合監 那樣 哇衝出去打就打 那整班老闆不知什麼事 那些事情你會覺得他那種性格 那種難觸摸 對 即是這些事情你起碼要表現出來 不要完全沒有 他就像傻大者 我現在都覺得他不太傻 因為他自己是天真的 有一個問題 尤其是男爭反對的 他未來知識不斷 即是幫阿信奈 他未來知識 我覺得他不是 他未來知識只是扭著歷史 但他對信奈的影響就是 他對於他有人認同 他那個未知世界的那個向往 而且就算我覺得 你可以說 你知道未來可以扭轉一些事情 都不要說差太遠 就是那句話 這個是叫王過正的問題 其實都不是正的了 其實不是過正 都不是正的了 其實叫做過王 即是不要說扭得太緊要 你起碼要給我見到 家主那個氣魄 如果不是你怎麼跟別人對 沒有的 即是如果你說我 崇明元康 德川家康哥 我這麼硬的樣子 都可以比你厲害 都是堅強過你 你肯定沒有氣場 即是這樣 所以你說我整個故事 我反而比較默滿 是信奈他做得真的太弱了 太弱勢 他真的不像打主 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 在角色上 至於男主角 就 幼稚小龍 幼稚大體 其實我覺得他沒有什麼才能 好像懶鬼中學生一個 即是因為他打了一個遊戲 可以賺到很多貫 賺到很多錢 因為其他就沒有什麼才能 他又對戰國史那個 即是對戰爭那個 戰爭那個的理解 又不是說太覺心 即是有些有基本會知道 是說唯而不公 這個很重要 即是跟信聖打的時候 圍城 然後打擊士氣 即是大家在那裡鬥喊 即是這個是一個很聰明的做法 實際上在政司裏面 雨柴手吉其實都很喜歡去衛城 凶人 很喜歡凶人 很喜歡去衛城 竟然是用各種方法 例如斷水 斷人 或者甚至水攻 即攻陷那些 小圓田是最經典的 小圓圓 小圓圓 圓城都是這樣圍的 因為有些人是攻城的 絕對有 如果本身兵力那個傷 它是大的話 其實是攻城的 實際上你金川街 在入審職 即是打糖尿金的時候 都是攻城的 而且那時候 每一個城都很陷 很陷得很快 當然啦 因為其實兵力是說五、六倍的差 可能那城只有幾百人手 那裡人是三千人 那些食股那盒 只是事態問題 所以 要看情況 還有 那個年代的防禦公司 都是木為主 不是大城那些 你應該這樣說 它有很多很出名的大型 即是清洲城 或者安土城 你不用想 肯定有石又行 但你普通那些城 即是很小的城 木造建築 其實真的是木 即是你不要看 很城 很城 超厲害 不是這個棚 你不要想到真的是城 即是好像搶包山那棟 即是有心工 就一定是 之前查他的那套 那套東西 是木的 所以這個都要給大家清晰一個概念 就是可能大家玩遊戲都會知道 即是想知道 日本版圖 有幾十個城 其實不知道幾十個很多 即是你說一個地區 可能就是一個美章的地區 可能已經有三十個城 但那些很多都是這些小城 即是你當作對它來說 只是一個屯兵的地方 或者是補給站 即是可以補水補量 甚至是液站 可以綁馬 即是有這些地方存在 即是油站 即是單單的 如果你攻陷了的時候 那一定會有利的 即是你要多個補給線 這樣 實際上你長征都是 你去打仗 你都要把你的補給線 保護很好 還有維持的控制 所以也有它的用處 但就不要想到每一個都是大城 要勞斯領用班 衝去拿衝車撞 即是沒有這件事 不要想到這麼誇張 就真的 有這麼多錢 有這麼多錢 如果沒有補充 就可以說一些話 我想 還未記得還有少少少 即是日本的戰略 即是戰術 其實我覺得它的精神 是做得幾似的 當然不會說十足十 有個原因在這裏 反而我自己的感覺 這套東西 就是說你不太懂日本史的人 就會比較艱辛一點 當然我覺得 他對日本史 應該有多多少少少認識 如果你說你是 即是我們這邊 他不是給我們看 對啦 他不是給我們看的 如果我們不太懂事 你會覺得 其實很多東西都不太明白 特別你說 即是現在的狀況 其實是叫什麼 不接齋騰 然後東接 是金村的 然後南邊和西邊都是海 不要管 他那個情況 其實都算是夾在中間 而金村當年 是想要上落 上落的意思是 即是上京 即是上去京都 假設說霸主 都算是一個表現自己權力 即是表現自己權力的一個方式來的 那 所以其實本身那個形勢 其實大致是這樣 但對於沒有你認識 沒有你認識 沒有什麼認識的人 就會覺得比較艱辛 不知道做什麼 不是 其實他應該加回歷史劇 把地圖放進去 你的地圖說明 那些人很明白 哦 夾在中間 兩邊有敵人 我明白了 即是被人夾在中間 他沒有做 他沒有做 他可以這樣放進去 但問題就是 你平時都不會說 看一本地圖的 看完一次 你都不記得 即是就知道他夾在中間 其他的概念 不會太深 但這個沒辦法 因為你根本都完全沒有概念 他這件事根本就說日本史 你沒有概念看 就一定都會難明一點 這個就沒辦法了 嗯 那我們玩過《信長之夜望》就知道 一開始 如果你真的想 讀日本史的話 我覺得 你又想玩遊戲 日本史的話 《太合格自尊》是最好的 因為《信長之夜望》 你控制太多 太合格自尊 除非你做一國之主 否則你基本上很難 控制到這麼多東西 你都是被歷史牽著鼻子走 那反而我就會 我自己會聽《信長之夜》 我自己會聽《信長之夜》 當然你覺得最準確的 就是看書 我自己家裡也有一本 是《信長之夜》的傳記 我已經看完了 所以我才會說 其實在他本身第一集之前 前面都還會有些東西 不多 但當然也不太傳奇 其實都比較平凡一些 跟他《信長之夜》 跟他弟弟那些東西 他媽媽也不喜歡他 那類的東西 那些東西比較多一點 還有《信長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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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信長之夜》 因為《信長之夜》 曾經在《信長之夜》 做過《信長之夜》 但如果你說動畫做得像不像 我會說是做得像 但像再早一點時期的 撿到那種《信長之夜》 因為如果你說《信長之夜》 那種現在畫 跟以前對比之下 有少許的修改 因為其實最簡單的說法 例如你說說到可能說 大概六七八年前 他畫那種作畫 最簡單的就是 那種瞳孔 好像有個圈裡面 蟲童 動畫是可以表現出來的 但是另外他會有個 不知道你個人喜好 就是他的眼距比較開小 眼睛偏長 眼睛偏長 眼睛偏長也有 但眼距是修正到一個比較 大家容易接受的水平 但是問題就是 他回到《信長之夜》 封面或其他東西 其實他用回現在的風格 其實這些感覺就沒有那麼重 即是那個蟲童那種感覺 或者眼距方面 其實都是有所改變的了 所以其實他比較 其實他做到很想神髓 但是 在新舊作畫之間都會是 但是 算是做得蠻好的 當然啦 但是其實 你說米亞米寧 是不是很多畫幼女呢 其實 不算很多 所以應該是 作者本身設定上 那麼多幼女 因為畫師本身 就不是畫得很多幼女 還有他畫一些比較 鮮色的頭髮 的效果其實是蠻好的 那動畫可能就未必太明顯了 如果要看回 可能看回他不同的插背 或者是會本 大致上是這樣 其實這套東西 我自己的感覺就是 我會比較期待他看下去 他怎樣發展 因為 其實我看OP 都看到他很多人物 家屬的他好像 讀眼龍正宗 這些不是那些年代的人 還有他有些人 要死的都沒有死 到三都見到 那些女兒出來玩 我真的心想 這樣說 金村都可以同一手而和 一起踢球 大家電不同了 多一個人就 打贏之後 我投降了 我們大家是做好朋友 後攻 後攻 真的做好朋友 野空和玉的關係 那樣就變成了 又不可以改變 應該死的人 都應該要死 變成像那些 什麼 戰極機 我收了後攻 那就死了 我要看他之後怎樣進展 因為你以前是說 杜三在那裡已經很奇怪 好過大陸 那你應該怎樣進展下去呢 當然他的影響力 會比較大 就算我當他是杜三 多個民官 都來當 生存很久 我當他是一個軍師 作為一個軍師的存在 都可以 但是其他角色 金村那些他不死 那怎麼辦 那得川家康就不能發揮 那未到那怎麼辦 那得川家康就不能發揮 那你就 這個世界變成了 那得川家康就不能發揮 對不對 那我們 可能後子會不會取代 阿信長的位子 之後就 應該不會 結婚也可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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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這樣發揮 但在歷史上 因為你的問題 我也曾經有考慮 究竟他們兩個關係如何 但是在歷史上 幾乎好像沒有什麼 呂大明 好像沒有 我印象中 真的好像沒有 蠟花算是 蠟花算是 蠟花五千代 蠟花五千代 其實他出名是因為 他會帶兵上戰場打仗 會做這些事情的人 真的好少好少 你不要比玩遊戲 那些分圖 龍基那些是不好存在 是不會 就是拿幾個槍上前 是不會 蠟花五千代 蠟花五千代 是真的會帶 鐵炮隊上戰場打仗 會帶鐵炮隊上戰場打仗 不知道 八幾二百人左右 那 蠟花五千代 對 他始終是軍神島船 總之有些威猛 可能上參閹上有女人 都會這樣 不過還未出場 不知道 上參姐姐 不知道 上參閹上有幾個女人 不知道 不知道 大選擇 花五千代 這麼多 Zumal 野馬側 野馬側 好難說 我們也不一定 就算了 下一節 好 下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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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節